哈喽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2018年值得一看的十大电影 不管是特效还是震撼的打斗场面,一定不会让影迷们失望 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有哪些档期已经确认的电影吧 第一部,黑豹,上一时间2018年3月9日 该作品根据漫威漫画改编,讲述了黑豹,回到瓦坎达担任国王 他被卷入一场正邪大战当中的故事 第二部,环太平洋2,雷霆赛气 上一时间2018年3月23日,该电影是一部续集 故事发生在2035年,由于海底虫洞被打开 地球再次陷入被巨兽侵袭的危机 机甲战士再次守护人类的故事,一场应战即将拉开 第三部,头号玩家 上一时间2018年3月30日,故事发生在混乱和崩溃边缘的2045年 彼时人们将救赎的希望寄托于绿洲 这是一个有鬼才一手打造的虚拟现实世界 自此引发了一场全世界范围内的竞争 第四部,复仇者联盟3,无限战争上 美国上一时间2018年4月27日,国内大概会在5月份 这部电影强大的阵容让影迷们为之一亮 复仇者3发行的预告在24小时点击量就超过了2.3亿次 我想,影迷们一定很期待的 第五部,侏罗纪世界2 上一时间2018年6月22日,该电影就不多介绍了 唯一一部把侏罗纪时代拍的这么好的作品 期待中哦 第六部,蚁人2 美国上一时间2018年7月6日,中国2018年8月 这次蚁人将多了一个搭档,黄蜂女 这又会摩擦什么样的火花呢 就让我们一起期待吧 第七部,超凡蜘蛛侠侠3 上一时间2018年7月7日,大陆定为9月8日上映 该系列电影一直以来得到了影迷的一致好评 这次蜘蛛侠要对付邪恶的罪欧六人帮 将如何应战就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吧 第八部,蝶中蝶6 上一时间2018年7月27日 蝶中蝶系列我想大家都不陌生 赤裸裸的搏击,希望该作品不会让影迷失望 第九部,神奇动物在哪里2 上一时间2018年11月16日 该奇幻电影不一样的方式呈现了另一个世界 这次又是黑巫师格林德沃将掀起风浪的故事 第十部,海王 上一时间2018年12月21日 主要讲述美国一个灯塔看守人和女王身下一个男孩 男孩拥有异于常人能力的故事 以上就是小编统计的十大值得一看的电影 也许有人会问,为什么没有国产的呢 不过,这并不代表国内的电影不好 国内电影事业也在飞速的发展 大家也是有目共睹的 这几部电影你愿意为哪一部贡献票房呢 好了,今天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